今天好 那個本來我真的快忘記這個但是我其實想要聊一個 就是既然你講到解憂雜那個什麼莫佐講到解憂雜貨店 我看了就是這個禮拜啊上個禮拜了 看了 一部片 紀錄片 叫做TOKYO IDOL 這個看一下 東京模特兒東京偶像東京偶像 TOKYO IDOL TOKYO IDOL TOKYO IDOL 其實他是我在Netflix看到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他是一部紀錄片 對他是在探討他是 讓我來找一下 在講日本演藝圈文化嗎 不是他在講日本的偶像文化 偶像文化 對那 讓我先切一下 他其實是跟著幾個那種 地下偶像或者是那個什麼就是沒有紅沒有紅還沒有紅的偶像然後跟在他們身邊 然後去拍他們日常生活互動 那日常生活的事情然後當然他也去訪問那些 粉絲 對那還有去當然他也有訪問一些學者 所以有一些他還有去訪問那種那個就是弄在比如說AKB48那邊裡面工作就是比較幹部這樣 就是每個就是每個人都問這樣 然後從各個層面去探討 日本偶像文化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我看完以後其實挺感慨的 等一下我把電風向關掉 有點發抖 吹到有點冷 好冷喔 現在偶像 現在那個偶像的主流就是那個AKB 對現在這個偶像主流 但是其實除了AKB 還有台幕版46 就是他們其實這個文化 那些都是同一個家族 對對 還要看 不同家族 還有很多那個 很多 可能在台灣根本就沒什麼知名的那種 很多不同經濟公司推出一大堆偶像 一大堆 一大堆 其實你們對 你們對於那個 日本偶像文化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想要先問一下 像那個什麼 那個惠比獸是色香胡桃 這是AB偶像 但他的那個經營方式 也是那個日本式偶像的方式 他們其實是 平常 組一個團體 女生很漂亮 然後 他們定期會有 Live唱 就是他們會有自己的一個 那個公演館去那個 去那邊公演跳舞唱歌 然後賺錢的管道很多 對然後在那個出CD 出專輯 然後然後那個 還辦握手會 握手會這一招就是 被很多人都說是那個AKB Samba之類的 Samba 對就是你必須 你必須要買很多CD才可以換到一次握手機會 對那裡面 他裡面有提到這些 就是我這個偶像文化的經濟來源之一 是來自於你買他的CD 然後的那個握手會 因為你 有一張握手券還不一定真的可以 你要好幾張握手券 才可以去參加那一次的握手會 對 所以就買很多人會買很多CD 對 很多很多人是沒有像你到說 那個整個房間都是貼他喜歡的人的東西 然後每天都只想到 那個他的生活已經沒有什麼其他重心了 這樣 對 WTF 來那個 我就先來問一下你們這些人的想法 那個 莫佐的想法是什麼 對偶像文化 偶像文化 你有在追偶像嗎 日本偶像 就是你在 有在Follow日本偶像 日本偶像 我覺得還好 我反而就是 韓國偶像 有的時候會 就是比方講 如果不限台灣的話 有的時候就是會關注 比方講 某些歌手或者說搞笑藝人 或怎麼樣 可是 你如果說就是要去追偶像 就是你要說我會收藏他的東西 什麼方法 比較沒有 你說 你覺得 AKB或是奶木版裡面哪個人比較漂亮 我大概跟我很有一氣的吧 因為是他推薦我然後我看的時候發現 他真的是 真的不錯 就是 就是 比方講像那個什麼 西野齊瀨 你知道 奶木版裡面 然後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就是 那個誰啊 那個 明天我要和昨天你約會 他裡面那一首主題曲是 是那個 back number 唱 然後他裡面那支 MV裡面 那個女主角 這樣叫什麼 糖 糖填什麼東西的 對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奇怪 日本日本就是這一種風味的就是我覺得 還會蠻好看的 風味 就是 這一個類型 我就覺得 很好看 就是 很像那種 我們一般在看動畫裡面 然後直接變成真人版的感覺 我就是很喜歡這種類型 這種類型的女生的外型 這種類型的idol也是 就是會特別關注 莫佐你不是有在看日本動畫嗎 那會迷二次元偶像嗎 二次元偶像 會耶 就比方講隨便講幾步 就是會選派別 就比方講 你選那個什麼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就是雷姆派 就是會選嘛 比方講這樣刀劍裡面就是妹妹派 之類的 所以就會有一種 特定的某一些選項 那你咧 你們咧 那那個咧 是那個陳佑啦 陳佑 我先說說我在日劇裡面看到的這個現象 給我的印象好了 就是像例如說很多片啊 什麼英國呢 他們都會笑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偶像 然後他非常有名 於是大家還組成什麼 什麼後援會這樣 後援會還是 還要大家一起創 創立什麼 知識啊 然後還有制服啊 然後還有隊長 副隊長啊 你如果那個 不夠中心的話 還會被大家公幹這樣子 對 就是 其實 其實 台灣的偶像也 或是現在大家在迷韓國偶像 有那個後援會 差不多 只是日本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走到一種 極端的情況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你們 等一下你們那個 我想要解答你這個問題 可是我打算先去尿尿 對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你們可以繼續講 然後那個 等一下我回來 我再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我就是看完那支紀錄片 我很大的感慨 對 然後你們先那個 大俠可以先幫我蹭一下場 我剛剛傳了一張圖片到雛雄那邊 是我在那個鋼山 就是晚上閒晃的時候 看到有一家偶像的店 哎唷 他那個我爸已經把那個 圖片傳給那個 初修那邊 待會那個 沒有沒有我先放了 然後那個 你先幫我撐個場 我去尿個尿就回來 哈哈 後來我就看說 哦 那個那個介紹就是哦 鋼山寺 他那個當地的 不知道應該不是政府辦 應該就是自己辦的 就是鋼山寺 裡面 有一個人就是 也是一樣仿哨 AKD那種方式 開了一家那個 Live House 然後就要培養 一個小的偶像團體 對 然後那個 偶像團體有三個人 對 待會你們就可以看到說 那個店上那個三個人 有三個人的照片 然後那家店就是那個 那三個人的Live House 然後他們就是 每天都會有三場 一場是晚上七點 一場是晚上八點半 然後最後一場是晚上十點 都各有一場那個Live House 對 在那邊寫 然後那個 如果你對他們有興趣的話 就是你就是付一千五百日圓 這樣 你就可以 進去裡面 看他們的Live House 所以這樣換算下來 大概一張五百吧 對啊 差不多 嗯 應該沒有到五百 最近這幾週 那個日幣都非常非常厲害 哦 對 但是我經過的時候 我原來想要進去看一下 嗯 可是我就在門外看 可是我門外可以 門外看 我就可以隔著鏡子 對 然後我隔著鏡子進去 然後看到裡面的舞台 然後第一個是裡面的人大概就是 觀眾大概四五位左右啦 然後台上的女生只有一位 然後那個女生穿的不是那種 他們公關照上面的制服 他們是 他是穿一整個綠色的那個運動服在上面 蛤 比如說那綠色運動服 什麼 全身全身都是綠色運動服啦 他就是 你說那種體操的那一種嗎 體操那一種 體操那一種 然後在上面跳舞還是唱歌 沒有 好像只是在聊天而已 聊天 對 所以那個我就比較沒什麼興趣 進去量 我以為會有很漂亮的那個制服 或是什麼很精彩的表現 就是你覺得如果說剛好都是 就是剛好是上面穿的那樣子 就會覺得想要進去 不一定要 因為而且也只有一個 而且看整個那個長 那個他裡面的房間看起來非常的陽春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舞台這樣子 OK 而且但是 並不是說這樣子不好啦 因為或許那個人 那個單位或許真的很想要那個 以這種小成本的方式 慢慢把他們這個偶像給推起來 然後先從這個小的場地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散發出來也不是不可能的 其實有一些人他們在就是推自己偶像的時候 會 我的觀察 有一些可能就已經放棄了 往大眾化的方向去走 就是先經營好自己的一小群 始終觀眾這樣子 那個 欸我回來了 對 你們聊的應該是那個現在 看到的那張照片裡面 當地地方偶像吧 對 地方偶像 對啊 他們其實每個地方是有地區的偶像 哦呦 對他們不是 就是不是說所有人都只有在東京那邊 就是比如說大阪有大阪地方的 然後那邊 其實像現在最近的那幾個 有幾個很有名的 像銀魂的那個 銀魂真人版的那個女孩子啊 他本來就是地方偶像 他是一屆地方偶像 然後紅到日本東京去的 嗯 OK 那之前有一個日劇叫小孩女 他也是他也是啊 他也是算是沒有他其實是回到日本當偶像 可是他 又回去了 這樣事實上 對 好 來啊那個我為什麼會突然間想要聊這個 你知道嗎 因為看完那支紀錄片之後我其實還蠻傷心 蛤 他其實不只他不只是在 他其實是還蠻深層的在探討這個問題 是 對 因為他沒有 我特別的是他 雖然跟著那些偶像拍 但是他的劈頭第一 第一個畫面就是 他拍的那個偶像說他好臭 然後說誰很臭 他說他自己很臭 他說他跳了整天全身都汗臭 然後他的鞋子開口笑了這樣 那他是 為什麼要這樣拍 他開一宗明義就是沒有說要拍漂亮的那一遍給你看 然後那個偶像其實看起來也 我覺得我也一直都覺得 他其實真的是把他平常那一面拍出來 他不是就是 矮矮的然後臉餅餅的這樣子 但是他自己打扮起來之後 就又變很可愛這樣子 對 那可是他這部片其實等於就是他在探討一些那種 為什麼會這樣 的狀態 然後呢 他一開始其實先從那些那個什麼 那個粉絲那邊來講 就是那很多粉絲其實都 40歲50歲了 對 就是有有從20的 但是其實他第一個問的是一個40歲的 然後他說他為什麼 他離職之後 嗯 然後他就跟著他回家 就是他家住在一個其實跟我現在住的地方很像 十平大的房子 40幾歲喔 十平大的房子 沒有結婚 然後在房間裡面全都是偶像的東西 然後還會貼 他會幫忙貼那些偶像用品什麼之類的 然後一開始看大概前十分鐘後 你會覺得他們很病態 你知道 可是他一步一步深入去問的時候呢 你突然間覺得你能夠理解為什麼他們這樣 至少我理解了 我理解為什麼會這樣 他有講啊就是 呃他工作當上班族 其實一直都混混噁噁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被灌掉 嗯 他沒有他不是被灌掉 他後來就是辭掉 他辭掉 但是他記得他就是在人生一個非常灰心上市的時間點 然後他遇到了那個偶像 他去看了那個偶像 然後呢 然後呢 他 呃 其實偶像 這些粉絲文化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 其中第一個是一種 所謂的群體價值觀 你知道 所謂對於一些粉 呃一些一些那種你迷的東西 呃 像偶像 像現在這種情況 偶像是女孩子 會跳舞的女生 但是偶像是不是 對 呃我們我們很多fans 對不對 是不是也可以同時因為喜歡某一個東西 而起起了一種團結的那種 心態 我覺得不提 今天就不提別的像 銀翼殺手2049 是 那喜歡銀翼殺手的人是不是會 哦好像我來推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會一直很努力推我們自己共同喜愛的事物 這種東西 對 那當他成功 比如說他他讓他當他成功的 或者他當後當他獲得票房肯定 或甚至他得獎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我們會覺得這好像是我們 我們一起 做的事情 你懂什麼意思嗎 那其實他其實在做這種 他就是給給你這種感覺 因為這些他 呃他在講這些粉絲進去的時候啊 在 呃因為他 日本那邊其實會有很多那種偶像的評選嗎 比如AKB48有沒有 會有48 他每年會做一次評選嗎 會誰可以擠進48名 你的票怎麼樣 然後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評選 評選的話可以進入 然後可能選中你可以進入個人的演唱會之類的 對 那這些人在推動的時候 就是他們會很努力的去集票啊 會幹嘛的 就會有一種他們一群人把一個 他們努力的目標捧上去 然後獲得一種成就的感覺 嗯 這個如果你把它用在念書 或者是那種社團活動啊 或者是你在工作的 其實都是一樣 對對 就是比如說我們一起 參加一個比賽 然後贏了 這都是我們的功勞 我們一起努力而完成的 那只是說偶像的這種團體 他們那種粉絲的狀態 是來自於 他們把偶像捧上去 然後當他上去的時候 這些偶像回頭來感謝他們 他們覺得有一種一家人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平常在看日本漫畫的時候 會有一種 比如說我們灌籃高手啊 像灌籃高手有沒有 呃 他的那個搭搭隊啊 或是什麼一起跟著櫻木花燥特訓 然後後來櫻木花燥上去的時候 他回頭來感謝他 我們都是一家人 的那種感覺 那首先是來自於這一點 你知道 那他同時又再講一件事情是 日本呢 的普遍其實 民眾其實是很沒有自信心 因為他講說其實主要的問題 是在於經濟崩盤 這件事情 就是他曾經經濟大幾大 就是有非常高 然後突然間又跌下來 那所以說 他說 那個被訪問的人說 這件事情其實對民 就是民眾的心理影響 是非常精神層面的影響 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當然裡面也有一些那種 反對的意見 就是他們有訪問一位女記者 那女記者就一直在反對偶像文化 他說覺得這種事情 是把女孩子給誤化 然後這種事情其實也有一種色情的層面存在 然後你是把這個女生供在那邊 然後其實他已經放棄了他的其他 他是 呃 他沒有辦法做一般人的事情 因為他其實也有提到說 這個女的其實不能夠跟別人 不能夠有自己的私生活 不能有自己的那個愛情生活 或是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所有的愛 給了這些男生 給了這些粉絲 不一定是男生 就是也有女的喔 他把所有的愛給了這些人 就是 是一種友情式的那種愛 因為他也有提到 他們有問那些粉絲說 你要不要結婚啊 然後他們就說 談戀來很麻煩 你知道他如果 他的意思 這其實跟那個 有一些那個 有些動漫迷們喜歡二次元 然後不喜歡三次元 也是有一樣的關係 他有提到啊 就是說 呃 你遇到女孩子的時候 你一般如果遇到 不是偶像 或者是不是這樣的女孩子的時候 他們其實可以拒絕你 那 呃 很多人不願意面對這種羞辱 你知道嗎 因為 呃 像是我們啊 魯蛇嘛 去問女孩子 然後女孩子 可能就是會去挑人生勝利組 才跟他們交往這樣之類的 呵呵呵 不是嗎 有車有房嗎 要180嗎 對不對 都講這種嗎 都是講這種的嗎 對不對 那他們就是等於是這些男人 男人其實也是一開始就知道 跟這些事情是無緣的 所以 當他一開始跟女孩子講話的時候 那個女的 就 可能會給他們這樣子的那個反應 所以他跟那個女的 永遠都不可能有正常的互動 是 對 所以他們就是說他們 當他們在參加握手會的時候 會有 幾分鐘的互動時間 是可以聊天的 嗯 所以當那個時候聊天的時候是 很放鬆的 就是可以跟他正常互動 OK 對然後那女生也不會講出 傷害 不會傷害他 他不會講傷害他的話 所以那段時間其實是一種 很安心的一種對話 嗯 對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看到最讓我傷心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知道 他問到那個字 那個 那些粉絲啊 他想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已經四十幾歲了 那我覺得我大概過了十年之後 可能就全身是病 那 呃 我想我那個時候 要趁這十年好好享受人生這樣 所以我就是 我也不想結婚 我也不想生小孩 因為那都太累了 而且 而且也看起來是沒有未來 就是 太難了 因為生孩子其實要花很多錢 做很多事情都要立刻花錢 對 那 所以他完全一開始就已經 再加上他住的那個地方 就是那種食品房間而已 嗯嗯嗯 對那 所以就 他就說他不要了 就是 享受 享受此刻就好 嗯嗯 其實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就大概懂了 就是他們其實已經對未來的 他們不想去想以後的事情 他們其實跟我們現在台灣講的 小確幸是一樣的事情 嗯嗯 他們 他們 封偶像其實就是小確幸 嗯 本身就是這樣 他不會去思考說 他往後十年要幹嘛 因為一想就害怕 嗯嗯 他應該想說 他如果十年以後 他就全身是病 你知道他有講這個 所以他在想他五十幾 他可能只能活到五十幾而已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要趁這十年 然後能夠做一點 就是能夠 盡情的享受 而且他也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 因為就是這些偶像 每個人都是很熱情的 然後他們都很有夢想 真的很想要 成功這樣子 然後這些 四十歲的大叔們會想說 那我如果幫助他成功 也許我也 我也那個什麼 有做了一件好事情 所以他們其實也還同時 把這種情感投注在上面 然後那個到最後呢 其實是一種 是一種人生的依靠 對 他就覺得說 至少我也曾經做過 那麼一件好事 我幫助了一個 年輕人做這件事情 就跟2049的K一樣 對 有個依靠在 但是我在說2049那個 變成說用完之後 大家都只是想要交易 然後 對他其實還是有提到情色的部分 但是這一部 這個紀錄片其實 算是講的比較淺 就是他前面有講了一下 這樣子 就是 日本的那個什麼 之前就是 觸碰握手這件事情 其實在日本的文化裡面是不可以 就是在近代開始 那個近代文化進來之後 他才開始 好像觸碰是可以容許 所以 基本上握手本身也是一種 在之前是不合體統的接觸 所以 所以當握手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他們會有某種的幻想 就是我跟這個女生有一種交流 我們現在想起來 對啦 好像男生 我們台灣其實也一樣 你應該很少去摸女生吧 女朋友什麼 就是除了女朋友之外嘛 男嘛 對不對 你不會去摸女生嘛 對不對 你不會跟他有肢體上的觸碰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就算是一種 就是握手會的 握住的那一瞬間 然後跟你一起拍照 那個感覺 的那種 好 但是他真的是 輕輕帶過 因為他主要要探討 不是這件事情 我他 我大概 看到最後面20分鐘的時候 我也 突然間猛然知道 怎麼回事 因為他提到的是 偶像 另外一個那個 他帶出另外一個偶像 因為現在他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主要的角色 是一個20歲的左右 然後他看到後面突然間有一個13歲 很小 然後媽媽也 媽媽也讓他去 去去練這樣子 然後呢 當這 這個那種13 14歲的那個 小女生組成的那個團體表演的時候 然後 來看的人 是誰呢 40歲到60歲的人 哇賽 然後就在旁邊 就是為他加油 還幹嘛 你知道嗎 然後我內順 然後接下來的訪談說什麼 你知道嗎 孩子越來越少 高齡化 少子化 少子化 高齡化 很多人是沒孩子 那所以我就 當我看到是13歲 14歲的那個團體 那個少女團 偶像團體在表演的時候 我看到的東西 很像是那種 幼稚園與小學的成果發表會 你知道嗎 那一群人好像就是那種 他們的爸爸媽媽 叔叔阿姨 然後來那個什麼 忠心的為你的 那個什麼跳的舞 然後那個什麼 開心的為你加油的那種感覺 然後當他要去比賽的時候 他們為他加油 他們也忠心希望他成為 這一個鎮裡面的代表人物 然後那個為這個鎮爭光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就是 其實 偶像文化中間 提代的那個投注的是 更是一種就是說 那個是他們覺得 他們對於下一代 可以幫助他們的方法 因為 其實這部片其實 用的心理跟 用的社會角度來整個剖析 還還蠻全觀的剖析 這個整個文化 這個這個現象 對 他沒有他也沒有旁白的 他基本上全部都用訪談的部分來呈現 對 就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旁白 你聽不到那個有旁白的聲音 然後這個 拍紀錄片的人還是英國 還是英國那邊的人 這樣 是喔 是英國 他不是他不是日本人拍的 OK 他那個社會 社會性的分析也有 然後歷史性的分析也有 而且他很是很巧妙的 他不是用 他自己下決斷嗎 他是讓 選擇畫面讓他們自己講出來 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看也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少所謂少子化高齡化 然後這些人沒孩子 那於是呢 這些女 這些偶像 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他們的孩子 嗯 然後當他們去跟他握手的時候呢 是感覺起來就是他說 比如說他們生活壓力實在太大 可是當他們面對十三四歲的孩子 跟他聊天的時候 那個老人家講話也跟著幼稚的起來 因為他說他會讓他回想 他小時候純真的那一段 他說他可以在 面對這孩子的時候 他 可以變回純真的那一刻 他不用再去思考那些 呃 那個什麼 呃 生活的壓力啊 或者是那種那個 你你真我搶啊 或者是那種心機爭鬥 或者是那種高來高去的那種偽裝 因為日本真的很會做這種 就是日本一般人 的那個日常生活 其實很講究那種 你要有一個樣子 你要偽裝這樣 對 可是當他碰到那些小女生 他們天真無邪跟你講的時候 他也放下了心房 他可以 肆無忌憚的說 說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傻話這樣 嗯哼 對像更小啊 盧田愛塞當年九歲十歲的時候 突然有全民 喜歡他的那種狀態 其實也是一種 他們對於下一代的那種 其 的那種疼愛 有很多的沒孩子 所以他把那個什麼 他把這種情感轉化到那個 那些小孩子身上 那想說 為了他我會買一張CD 然後 我也算是幫了他一個忙 這樣 我就變得很多人是這樣子 當然也有很多是那種瘋狂粉 瘋狂粉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那種 他們 有的時候他變成一種社群性行為 對 就是 我是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是朋友 他可能在他日常生活 在他工作環境 沒有人懂他 也沒有人跟他 沒人欣賞他 可是進到這個粉絲團裡面 就是 突然間在那一瞬間 這些人都可以變成好朋友 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 所以他們還有那種精神喊話 哇 這個他終於今天 那個什麼 我們捧得到 我像今天成為藝人 然後大吼 你知道 就是那個什麼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加油幫助他 然後那個女孩子出來說 真的感謝你們 然後就講一講就哭了 因為覺得他們真的很幫他很忙這樣 突然間那場面變得 那場面真的很感人 你知道就是 你們你們 有去過東興迪士尼嗎 沒有欸 我連出國都沒有 他那個 他那個下午的時候都會有一場 那個花車遊行活動 對 然後那個我看的時候那個 所有人 所有裡面跳的人他 臉上表情都非常非常開心 非常非常敬業 然後後來 然後我有那個 就是 有認識的那個 日本人他就說 那個他們對裡面的 員工的訓練 就是要要求說 你要打從真心快樂的去跳 那個花車上那個舞 他們對員工的要求 是要求到這個樣子 對不對 是 所以說我覺得那 半素雄剛才講的 那些偶像說不定也是 有被這樣子要求的 要打從心裡面 然後去感謝 這些粉絲們 要從心裡面打從快樂去 展現這些表演的 可能有做到這種 這種程度 這樣 有 因為他裡面也有提到那個 像那偶像 就是在他面 在大家面前都要 也是元氣啊 然後要精神 嗯 但是他訪問他的時候 其實 因為有很多偶像 其實是 因為他們是一個邪海 你知道 就是競爭者真的是有夠多 嗯 所以有些人做的 像他最主要訪問那個女生 就是這樣講說他其實壓力很大 嗯 那個鏡頭是跟著他回到他家 他家裡面真的是小到不行 你知道 就是大概就是 欸 七八坪左右吧 就是他 可能有廚房啊 然後廚房再來就是一個核四這樣 就那樣子 然後那個核四 有什麼東西呢 強強的角落裡面堆滿了娃娃 他把那個他把那個核四變成了一個攝影棚 這樣堆滿娃娃 所以他是面 他是那個面對他的這樣 然後他下面他踩的那個地方是床 然後另外一面的牆呢 全部都是電視啊 電腦啊 然後直播直播的那個什麼攝影機啊 麥克風什麼東西 那一面牆高科技的不得了 就還有那個轉盤什麼 就是比我現在這個目前 我現在實況的這些東西啊 還要高科技先進很多 然後他就在那邊自己在那邊操作 這樣子 然後晚上實況 唱歌跳舞這樣子 然後 也感謝大家 然後那個什麼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 然後投票給我啊 然後我們可以去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然後那個希望把我推上前十名啊 對 拜託拜託拜託這樣子 對就是他 每天都做這種事情 他早上唱跳完 然後 那個每一天握手會 完了以後晚上回來直播 直播完 然後 睡覺 第二天再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一直不斷重複 然後可是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他其實很害怕 因為他覺得他年罪已經不多 他已經二十一歲 對一個偶像來講 這是過二十 就是 到二十歲其實已經算是 算老了 是很老了 這樣子 你看到十三四歲就在出道了 七年喔 就在做這種事情 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很害怕 講講就是 就是 訪談 他就真的是 開始哭起來 對啊 然後可是當然他有回去問他的爸爸媽媽 問問這些人的爸爸媽媽 這樣 就是其實有趣的是 你以為爸爸媽媽很 很反對嗎 爸爸媽媽很支持 因為對他來說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努力 就是 女孩子以前懂事多了 然後 真的有在工作 而且他們其實是 變得那個什麼 很懂事 就是知道說要去處理一些事情之類的 對就不再是那種 嬌生慣養的女孩子 他們其實變得很實際 這樣 變得很現實 這不是現實啊 就是他變得開始會去 很成熟 他會去改 他會開始面對一些事情 這樣 當然這一支紀錄片他 沒有講到那種 那個什麼很陰暗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淪落了 可能會 變成AV AV女優之類的 像山上優雅那樣子的狀態 真的啊 其實那個 因為我平常會去看 會去追AV的新聞 就是AV女優的新聞 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 寫真的偶像什麼 其實就會跌下去 然後就是變成AV女優 對啊 可是聽說有的 因為那樣 然後反而賺更多 這是震撼一下 對啊 但是不是那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東西到最後 疊下來就是色情產業 對啊 那女生其實 他是連動的 你爬上去 你就可以像星緣結衣 或者是像林賴瑤那樣子 就連林賴瑤在剛出道的時候 他也是寫真女明星 對啊 對啊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 你就是會卡在那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如果再不行 你就是去拍AV 對啊 所以其實他沒有講到這一面 AV那麼慘啊 因為我自己也有接觸那個 日本綜藝節目 其實 再慘就是當個小明星 可能在那些購物一道上 你說那種通告藝人 這種 通告藝人算好了 比如說是在那種 那個電視購物上出來 賣東西 那一種的 一年可能那個 兩三次通告 那種 活到那個地方的 鄉下超級市場 做活動那一種 這種人很多 這種日本小明星很多 這樣子 反而是 有一些那種 資色又願意做AV的 反而還有機會 像三象優雅那樣 很起來這樣 連當AV都會被淘汰掉 然後只能當小明星 然後又有明星夢的 這種重追慘 其實AV也是非常 絲殺非常劇烈 而且消耗是非常快的 像三象優雅那樣 其實反而也是不容易 他也是很難 對啊 他們其實洗得很快 就是拍兩三隻 然後可能就會過氣之類 對啊 而且其實 像三象優雅那種 或是什麼 最近很紅 那什麼高橋什麼字的 其實他們都成功的 畢竟是少數人 還是有很多很多 不知名的AV女優 都在日本 有些可能連AV都拍不了 只能去拍攝影會 這種東西 這樣 對 真的很多很多人 有一本書 有一本書 順便介紹的是 叫做那個最貧窮女子 我前幾個月 對我前幾個月就看過 就是 介紹了很多那個 日本中夏節 是已經是很 很窮困的階級 的人的生活了這樣 就是很多人就是在 在都市裡面自己 很多女生就是在都市裡面 也找不到好工作 然後住的也不好吃也不好 然後就只能淪落 然後連那種色情店都當不了 就是他們的那個品質不夠 然後他們就只能淪落到說 去在網路上去那種 去媒介啊去什麼樣子 想辦法去跟人那種 跟一些老人去做圓交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 他們就是那本書 就在介紹這麼辛苦的生活這樣 對那種 書名叫做最貧窮 最貧困女子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這樣 對 他就是有把這種 日本的這種陰暗面 都可以介紹出來 日本的社會已經 就是極端到這樣子 因為台灣還沒有到極致 應該說 我們都很習慣看在那個 看電視或電影上 或動畫上呈現的日本 但事實上 日本其實就跟其他國家一樣 美國也有窮人 台灣也有窮人 但是其實日本也是有 日本也是有 只不過我們很少看到而已 因為台灣國片 你已經很常看到這種 台灣的寫實層面 然後我們新聞也都一直狂暴 所以其實就不太會有 因為你想嘛 我們一般會看日本 這邊來看 大部分接受到 可能是什麼NHK 不然就是看日劇這種 他們這種要傳達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 現在他這邊講的東西 都比較會在網路 或者是地下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種東西 還有那種一種Pub裡面 然後的表演 才會看得到這些東西 這個是比較深入 這不會是 你在公電視台裡面看到的東西 對 你看到的電視台 NHK那種是不太容易出現這個 所以當然 偶爾他們會拍紀錄片 比如說那種歌舞伎丁的生活之類的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對 等一下我回一下那個留言板 感謝有人 有人抖了五百塊 感謝 新的贊助者 感謝黃志遠先生 好的 給阿姆羅買罐頭 謝謝你 阿姆羅今天真的是 最近在那邊 偷吃雞排 真是的 不要再吃雞排 不要再偷吃雞排 不要再偷吃雞排 然後有人問說 這個算偶食人文化在這裡 根據我看到的那個紀錄片的那種感覺 他有 這些偶像都很清楚自己要幹嘛 而且其實是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規範的 就是比如說你不可以在人家面前 那個什麼發脾氣阿 或者是你那個什麼面對這種 那時候你要 和哀可親阿 或什麼 裡面還有 裡面甚至還有 他還有騎到那個 像那個女孩子那個 二十歲的偶像 因為他簽約成藝人 所以他 開始做那種巡迴 什麼巡迴你知道他騎單車 從日本一路騎到那個最南端這樣 然後幹什麼呢 巡迴就是去某一個鎮 然後在那個地方 握手會 然後就會有人來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的粉絲會來這樣 很少真的很少 然後他會有一些死裝粉 真的騎著腳踏車跟著他走 因為他也騎著單車 然後其他幾個就是後援會的 真的就是 後援會的那個 剛好講的四十歲 還自己開一間公司 來專門做這些事情 那就是組織組織後援會 他開了一間公司在組織後援會 然後他覺得他在做他的理想的事情 就是已經脫離他那個討厭工作 然後他真的在做他要做的事情 其實有點像我現在的狀態 就是我 現在不做還有什麼時候可以做呢 四十幾歲 然後趕快做一做 然後免得到五十幾歲已經做不動 所以他就開始做這種事情 已經不是工作了 是自己的使命 他把它變成一種 事業與理想把它結合在一塊 然後他可能就是變成他去組織這件事情 然後拿一點佣金這樣子 然後旁邊的那些可能粉絲們 他會提供那些粉絲們那個情報之類的 就變成另外一種那個結構 然後跟著偶像走 然後會騎腳踏車 也騎著腳踏車跟著他走 這樣 然後到某個某個鄉下 然後在那邊握手會的時候 還看到那種阿嬤帶著孫女來 對 就是孫女說每天都在看他的節目 這樣然後想要跟他想要看到本人 然後他 欸這個時候他問說這個孫女真的是大概十歲而已喔 然後問他幹嘛 他那以後想當偶像 然後這個時候那個 這個偶像本身他就大姐 就變成突然間那個形象變成大姐姐這樣 就摸摸他的頭 然後說欸加油喔這樣子 就有點那種變成那種帶夏電影大姐姐 然後那個什麼 欸變成他的精神寄託你知道 好窩心喔 對啊就突然間你會發現偶像變成一種 很特別在日本的那個什麼 一個那種固定的職業 他是一種拉拉隊的一種狀態 嗯 對就是 可是那個就變成一種結構 就是整層都是拉拉隊 他可以提升你精神 然後那個什麼安慰你的精神生活 然後你那個什麼把他捧上去當中 你可以獲得團結的心這樣 對這變成一種紓壓的一種概念 你知道很特別啦 我覺得台灣其實也有類似的變 變的變體 只是我們 他們把他變得很很那個商業化 就是我們其實常常也都會有推某一種理念 然後一起上去一起團結的那種狀態 是 對只是他們把這個東西直接變成了 女生這樣子 跳舞唱歌跳舞的女生 別的不停了 我覺得像素兄你剛剛 拿那個我們討論電影來做比喻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接近的啦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找喔 我們我們在找一個共同的理念 然後一起推一起團結這樣 尋找屬於自己的一群人這樣 電影也算啊 或者是你看像我之前參加科幻社團 科幻社也是啊 然後你如果再長一輩一點的話 那就是可能支持某政治人物啊 後援會嘛對不對 你知道我爸有跟我聊過 所以他說在他們那個年代啊 因為資訊還沒那麼發達 你無法這麼快速的找到自己的一群同好 所以他說那一輩的人會非常盡力的 想辦法去融入自己的這個社群 日常生活的那個社群這樣 但是到了我們這一輩 我們太容易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群人了 所以我們就顯得反而日常生活中 就是我們可以追求獨特 這樣子嗎 是啦我正好經歷我跟大俠兩個人應該是正好經歷過 你必須要融入周邊的那種價值觀到 我終於發現了 有人跟我有同好 同樣的那個喜好 然後我們試著變成 變成兩面人的狀態 我在網路上可能很活躍 可是日常生活當中可能變成是很低調 那種感覺 那種狀態 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有點這樣子的狀態 那現在是因為 進到就是開始離職以後突然間決定說我算了 我們就剩下一點機會 我們一起乾脆就是努力的做這件事情之類的 那可是我其實是有體會過那種 你旁邊的人全部都不懂你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恥笑你你做的事情 然後好像你做的事情也是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感覺 對對對 那其實我在想日本 這方面的壓力應該更大 因為他們非常非常強調團體 是 所以他們應該會 更激利於 就是那個他們自己調到一個團體之後 那種歸屬感更強烈 這樣子 才會變成我們看到那麼誇張的情況 呃 其實他們就是也有提到玉宰族的問題 對 其實在幾十年前玉宰族其實是被 被的被冷落就是在價錢 這樣在一般 日本人價值觀面前玉宰族是不好 對 但是那個拔過了10年 這幾十年來 玉宰族已經慢慢變成社會主流 這是我叫的 主要的問題是很大部分的經濟的來源 主要的來原因是因為他們經濟來源竟然主要主力是來自於育宅主 所以於是呢花錢的人最大 然後就會變成 這件事情大家能夠容忍這種形態 所以以前一種大家覺得很怪異的狀態突然間現在變成主流的狀態 那於是呢像那個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40歲的那種腦粉 他到了40歲離職以後他現在敢穿著那種 敢穿著那個偶像後援會的那個衣服在路上走 以前他不敢 他覺得他在上班時間 穿這樣在路上走其實是很尷尬的一件事 會被以前同事看到什麼的 可是他後來就是克服了這個他說他現在 不在乎 但是他說他其實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克服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他解脫了 他算是有點豁出去 就是他覺得他自己好像後半身沒有什麼 已經沒有什麼別的希望 所以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好就好 然後他也不想結婚他也不想要生孩子 他甚至有提到一件事他不再回去看他爸媽 很特別吧 就是連他爸媽那個什麼都不回去探望 他的那個他的現在人生目標就是支持這個偶像 但是因為你跟我剛剛看到就是其實你 這是色情的來自於色情的心態嗎好像不是 對完全你跟我剛剛講的幾種其實都是來自於這個之前東西 我看完其實感慨很 其實真的挺感慨的 而且我也蠻推薦這一部 TOKYO IDOL給大家看 這個是Netflix的 可以找得到的紀錄片 然後我真的覺得Netflix在 我們那個因為他是在 他在PS4啊 上面其實是可以看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 Netflix很會選 你知道 選TOKYO IDOL 然後放在這裡面 就是你只有你才會 你平常之間會玩遊戲然後看動畫 然後等那些人 你才突然間真心的能夠了解到TOKYO IDOL裡面 這個紀錄片在講什麼 如果一樣啊 拿去給我的長輩看他們可能搞什麼鬼啊 可能一開始就無法接受 但是他其實是有內涵 這個內涵其實還蠻深沉的 而且我覺得他提到了很多社會現象 然後我那時候看完的時候也覺得 日本人其實是 蠻悲傷的一個現狀 其實是蠻悲傷的一種狀態 他們其實是一種 這種事情其實想起來真的是蠻可憐的 是有點傷心的事情 但是他們其實是在這種傷心底下 然後獲得就是那種 小確幸之下然後做出來的 才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他們其實 經濟崩壞了很很久了 然後其實沒有起色然後這些人其實又很 四五歲四五十歲的那種 沒有辦法那個成家立業的人 很多很多 那裡面提到那種五六十歲都還住在那種 十平大的那種租屋裡面 對 就是通常如果在我們這個年紀啊 是不是 我們這個年如果是五六十歲的人 好像應該是要 有一棟房子然後兒子應該要念大學什麼 有沒有然後你應該要退休好好生活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 五四美食家的那種狀態 那個竹中職人有演那個五四美食家 他就講一個退休的男人每天到處 吃東西的故事 孤獨的美食家那種感覺嗎 對對對孤獨的美食家也孤獨的比較更窄一點 五四五五四美食家其實是在講說一個 那種部長退休 嗯對然後他那個也 也都有女兒什麼就是但是他 就是已經就是可以 過爽爽每天爽爽過然後在路上散步 然後每天去找吃的這樣子 那種午餐這樣 對啊 好啦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其實我真心覺得李安搞不好很適合拍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鋼彈系列也是個不錯的題材了 啊 都是好題材耶 不試試看嗎